西埃科城市路跑赛十日总统府签名枪起跑代言人王立宏领先参赛三公里与一万四千名跑者热闹开跑十二五公里男子组由日本跑者村上康泽 Yasunori Murakimi 封王市大运半城马女团接力铜牌曹淳于泽江后关流地主 担任本次西埃科路跑活动大使王立宏继2015年后在参赛还带着夫人一起通乐以13分30秒玩赛看到现场众多热情的跑者平日最爱跑步的王立宏说平常都是跑跑不及训练体力 我喜欢一边跑步一边唱歌我也很享受早晨舒服的赛道 今年西埃科城市路跑赛官方配速员在加码从去年的13位增加至25位配速员 主播李一涵拉拉队女生艾密斯经过特训成为其中一员担任8分速配速员的李一涵说 重点不是自己可以跑得多快而是如何控制自己的速度 台北市大运维我国留下首面世界级运动赛会长跑奖牌扮成马拉松女子团体接力夺通的曹春玉 陈宇璇CICO路跑没有缺席带病上阵的曹春玉以45分11秒封后 陈宇璇以46分47秒夺亚军 何敬平今天以40分16秒收下亚军主要以赛代训借由对手来训练自己的变速能力 也是这段时间训练的检测 在训练的时候跟自己对话激励自己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